我今天来讲主义主义的 1-1-2 1-1-2 那么他的代表人物呢是被误读的 被误读的 被世人误读的 世人误读的 土耳干 或者叫第二凯姆 或者土耳干 那个这个就是 Constructivism Constructivism 他和 Structivism Structuralism 词根差不了多少但前面有个坑啊 Construct 建构论 建构论啊 建构论 Constructivism 就建构论的对于这个1-1-1的造反啊 他仅限在认识论层面 仅限在认识论层面 也就是建构论是一个 这个Construct这个词啊 Construct这个词 哦 它和 Construct和结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啊 它其实有点那个系统论的那个意味啊 它有点 Construct 嗯 就是结构是由 它有点结构主义受结构有点结构主义思维有结构主义思维在里面 那这个东西它一般会和这个 建构论 它有结构主义思维在里面 就这个词啊 Construct 它实际上是 它 它不如两个词 它不如两个词 一个是 Constitute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 我可能拼错了 我不知道怎么拼啊 Constitute 就是 构造 翻译成构造 和这个 Struct Struct Structure 如果当动词用呢 Structure 就 结构 构造起来 和结构起来 这个东西则是一个建构 它则是 它是蛇皮的 建构论是蛇的 它是一字头的 而 构造论 构造论 就是它鲜艳的 鲜艳观念论啊 它是鲜艳主义的 这个它是抵达的鲜艳水准的 鲜艳水准的 结构主义某种意义上 它是抵达了 也抵达了 它是去鲜艳化 结构这个词 它抵达了符号学水准 符号学 它反思到了底层符号学 这个反思到了鲜艳主体性 鲜艳主体性 所以这个建构是个垃圾词 就这么简单 Construct是个垃圾词 因为它 它设想就是说 建构论啊 它背后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 语言 我们的人类语言 人类知识 人类知识 是 Socially Constructed Socially Constructed Constructed 是社会的建构起来的 它用的是Socially Constructed 但是在鲜艳论那边 它应该是什么 它应该是 Transidentally Trans Trans 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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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dentally Constit Tut Cons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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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鲜艳的被构的 就是 这三 三个学问啊 就是说 建构论 构造论和结构论 他们 这边是有鲜艳 它就是他们的知识论啊 或者他们的认识论 认识论上的差异就在 它是鲜艳 构造的 但是有个本质维度 就是主体性内在的一些 范畴或者说 而结构主义它则是 符号性的 Symbolic 或者我们就说 呃 Systematically Systematically 系统性的被构造的 而且是差异性的系统性被构造的 Systematically Structured Structured 它的核心在于结构 在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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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主义论论就是 它是差异性的被构造的 或者你可以说差异性的 Different 通过差异啊 通过差异来构造的 来来来说错了 来结构起来来结构起来的 而建构论它只是意识到 就是人类知识 尤其是科学知识 人类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 是被社会的建构的 他在认识论上他就认为 知识的发生学是 是会被社会关系 被社会信念网络 社会的利益习俗 偏好 信念啊 这些东西 信仰啊 还有这些东西给弄脏的 并不存在一个纯科学 不存在一个纯科学 纯科学的幻想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 我在认识论上啊 就是科学和这个 或者叫自然的 自然的 自然科学和这个社会的 一个对立 社会的一个对立 他就背后认为科学内在的是 他的发生学机制 虽然如此啊 我跟你讲 这种建构主义 虽然他 笔 气了 或者他 摒弃了 笔 并 摒弃了这个 科学话语 他这个话语本身 知识本身 他的那种 超越性的地位 认为他是由 历史的 社会的 关系网络 信念网络 就是 屁股歪的 利益格局里面生成出来的 所以不存在 纯科学 一个中立的 完全中立客观的科学 因为什么是中立什么是客观 这些东西都是从 历史社会当中 所以所有的中立性宣称客观性宣称都具有 意识形态性啊 都具有一个屁股歪 简单来说就是都是屁股歪的 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都是屁股歪的科学本身也是屁股歪有利益链条 比如 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科学共同体的利益 分赃 还有他的再生产 他里面的学术 权威建制 他的那个所有的这些关系 人生关系啊 信念信仰关系啊 还有他有个类宗教化的团体性的这么一个关系啊 他都是 里面都有权力关系网络在里面构造啊 构造他 那么建构论虽然如此 在认识论上认为 知识 啊 知识归根结底都是由由他的私立的 屁股都是歪的 都是 脏脏的 但是呢他在本体论上他还是欣然接受 科学就是物理主义科学时代论 他的本体论上这些建构论者是没无力反思的 就说他他只是说我我 他只是也就是说他认为就认识论和本体论是可以二分的 认识论本体论是二分的是 精卫分明的 人类 由于人类的有限性 人类的缺失不足目光短视或者 人类的生老病死人的利益苦乐 人类的各式样的那些有限性 导致人会在认识论上是局限的 哪怕你是科学 纯科学 他都是有局限性的 但是 他们还是相信世界本身 世界本身 啊 这个本体论 世界本身 本体论上的万事万物 他还是按照 规律 按照某种有序性秩序 按照某种有序性秩序 只不过这个秩序啊 没法被人类完整的清晰透彻的干干净净的去把握 人的物理科学啊 什么自然科学 人所 建构起来数学模型啊 物理学模型啊 化学 机制啊 这东西 都已经是脏了 里面是屁股歪的啊 就是说 所以你可以看着这就是 他只挑动了认识论上的反思 他没有办法挑动一个本体论上的反思 他没有办法 也就是他在本体论上还是一意 还是认为这个世界就是 是有一个秩序化的一个物质啊 物质 充盈其中 其中充盈其中 所以这只是本体论上基本还是个基础主页 基础主页 自下而上的英国性 自下而上的英国英国网络 英国网络 自下而上的英国网络啊在决定 所以就算是构造啊 建构论者他还是一杠一啊 他还是科学时代论 所以这些人只是 看上来在反思 但实际上没有反思 所以他的代表人为什么会是土耳干呢 因为被误读的土耳干啊 是被这些蠢人给误解了的土耳干 因为土耳干他欲求社会学 或者说他他使得社会学成为建制啊 成为建制 社会学和科学平等了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就好像社会 社会知识也和科学一样 那么叫啊 科学知识也反过来跟社会学知识一样啊 都是有利益关联的有各式各样的屁股歪的东西在里面的 那你就说为什么不用孔德因为孔德没有成功啊 孔德只是搞了一个科学哲学 设了院系在法国 他没有成功的把社会学啊 搞了个人道教 所以代表人物是土耳干啊 我土耳干和孔德都是二字头的二纲四里面的人物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啊 在长预论上还是一 长预论上还是一啊 长预论上还是一 这个一呢就是 还是一个宇宙啊 宇宙 但是这个宇宙呢当中 呃 事前那个秩序啊 那个秩序是一个 会会失真的一个秩序 你说这个宇宙这个秩序只能贯穿到本体论的维度 保证这个世界 他的那个实实在在的那些客观的一些事物的存在是 按照他的秩序来来摆动的但是呢 这个秩序没有办法再往往上透透到这个认识论的维度在偷不动了 偷不偷不进去了 没有把穿透的 在认识论的维度这个秩序就二分了啊 人的心灵的体验那个维度他注定会把各式各样的人类知识都给他弄脏 弄扭曲弄歪 所以这个秩序 秩序是一种会进化的一个秩序 他这个秩序本身就会进化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1112某种意义上讲 某种意义上1112多反思一点就变成112了 你不要反思成是那个 这个秩序一杆子穿到底 然后这个秩序自己在驱使的一切都在进化 你应该把它理解成这个秩序他穿一杆子穿到认识论的维度 遭遇到人的社会的因素 这个心灵的精神的因素的时候 他就搜不到的他是二分的裂开来了 所以建构论啊 他对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 学科独立性 心理和社会学 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学科独立性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意识 他意味着 这种二分认识论上的二分 认识论上二分是 重要的就是 把认识论上二分注册到一个就是这个原初秩序 他在本体论上可以施行他的统育 但是到认识论上他就不行了 落了舌了 那这样 由于他在认识论上的二分的 落了舌了 那么落了舌了的那一部分 扭曲的那一部分 那就由心理学来负责 揪篇 对不对 由心理学来负责揪篇 还有由社会学来负责 探测 探测 由社会学来负责探测你 科学 科学知识当中哪一些是你要屁股歪的 是有这个你的意识形态的 有你的利益的 考量的 有你脏东西在里面的靠社会学来探测 靠心理学来揪篇 心理学来揪篇 心理在帮你怎么来设计实验 帮你克服主观因素 什么什么的 这种建构论 他 他透的 没有你想象的深 建构论他瓦解东西很有限 他就瓦解到认识论维图的 或者是一个知识合法性的维图 他就到一个知识合法性的维图 他使得知识合法性 需要额外的另外两个学问 学说 心理学和社会学来做 来做这个 来生产 来生产 你不能白嫖知识合法性 因为 大家都意识到了 世界没有那么简单 不是一种秩序 一杆子穿到底的 他可能这个秩序在构造一些 主体间 的公共空间里面的那些事物的 他的一致性的时候是有利的 比如说这个杯子 我看是个杯子 你也看也是个杯子 他看是个塑料杯子 他看也是个塑料杯子 他看不小心 看错了 是以为是个玻璃杯子 再看看 克服了他的错误 又是 又是一个玻璃杯子 他在 这个秩序在构造或者说在坚持支撑这个 本体论上也就是说这个跨主体的主体之间的公共空间里面的事物和现象 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但是在这认识论上他很容易第一人体验内在的或者说怎么样具有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啊不断变化的一个 这个体验这个卫面的他的他的发声学的时候他就是出出差子出落了落了蛇了我这一字头啊 他这个一字头是有点反思性但反思性不够捅不到底 捅不到底 所以这个场域论还是个宇宙秩序但是这个宇宙秩序是为什么会会这样 为什么会有一杠一杠二出来 为什么因为在1114里面大家意识到宇宙秩序是不关心人的不关心人的 哎那这个时候人的自我关怀人的自我关怀人的自我关怀和宇宙不关心人 那岂不是二认识论上二分啊人的自我关怀是一种体验吗 是种体验吧人的自私自利啊人的胆小怯懦勇敢 鲁莽人的那种各式各样的虚伪啊真诚啊他这是不是一种体验 那既然你1114里面已经揭示了宇宙秩序的运行 至少在你的体验维度完全不管你就不管你痛苦不管你是开心快乐那人 这个时候就在认识论上就裂开了了了解吗 因为自行歧视的宇宙秩序被人看出来之后人这个时候会发现他的内心体验和自行歧视的宇宙秩序之间有冲突 他的认识论维度 就发生了 裂开 一个就是实事求是面对真理本身但是会发现建构论就会告诉你你在实事求是你 你还是你所有的体验都是要经由一个社会的维度你所有的体验才能 经由 这个社会的维度语言的维度啊 社会所承认的知识范式的维度才能知识化 也就是说他认识到了知识和知识化的一个二分 知识和知识化之间 这个过渡 这个过渡啊中间这个这一层就是社会话语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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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社会心理 社会话语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网络等等这种东西 啊这个是 宇宙秩序不在乎的不关心的 那这个是谁个谁交给他的1114那种惨痛的痛苦 整个一个陨石落下来多少亿人死掉这种东西啊多少 这种活着考古觉发现一个陨石这样所有的恐龙都死过了 所以这个东西必然走向这个东西啊 我跟你讲 他是必然走向啊1114是必然走向112的 1-1-2 但是1-1-2并没有进一步穿透 因为1-1-2也是个意识形态 我说他也是个意识形态 哎我感觉我讲过了 我总觉得我讲过了啊 算了 我我一般是这是抢饭吃的 简单来说这就是抢饭吃 简单来说 这就是文科智分子或者社会性的心理学性的那种智分子啊心理 就关怀这些东西那些文科智分子啊他向理工科学术 但是 资本capital他要对 呃世界形成一个统治他要必须要关怀这个维度心理学的维度社会学的维度 因为人类就客观的就是一个 内在认识和世界 所呈现的真实面貌 不不不我要告诉你世界所呈现的真实面貌 永远是经由 服务系统的中介的 并你不能去设想什么世界呈现的真实面貌 呈现的真实面貌 是在于他的 他的认识化 他的认识化或者 认识化就是cognize cognization cognization 认识化 变成认识 认识化 前面加个re 也就是说所有的认识化永远是个recognization 所有的认识永远 已经是个recognized 已经是recognization了 这个前面这个re 就是主体性特有的反思性 反思性 或者说鲜艳鲜艳性 鲜艳性 这个re就是鲜艳性 鲜艳性就是反思性 你去看谢灵就行了 鲜艳性就是反思性 无条件的反思性 这个re是白嫖的 无脑的 无脑的 就是永远会有这个recognition cognition前面一定要叫cognize 前面有一个一定要加个recognize 这个机制其实不不难理解 不能理解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你capital要 要实现对现代人类的统治的话 一定要使它的认识论加倍啊 它的认识论一定是要加倍的 你在工业精英人口 可能有一部分 负责生产 那种重复性的知识 生产一个 比如说把一种 一个定理 一个材料学的一个大定理 把它渗透到各个材料学 学领域 然后把它应用在这个时候 知识本身在不停的在 在 生产啊 在增值 然后在促进各个领域的这个资本的一个快速运转啊 科学话语在为它的主人服务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可以这样对待材料 但它无法这样对待心灵 它无法对待这样 这样对待人际关系 因为这个材料 它最终要进入消费端啊 或者说最终要变成一个 比如说变成一个 陶瓷用户的那个 陶瓷面板用户的 它的那个 消费上的那种鄙视链 它要变成这种东西 或者它要变成一个 最终要实现资本的 金钱之一月 商品金钱之一月就变到钱 那么钱是符号啊 人类面对钱这个符号系统的话 它要怎么样 它有它的易争化 它有它的主题性的一个维度 它的利益考量社会社会化的一个位面 那不会是纯粹是一个用数数学来玩钱的 那我都都都都都都都不会的 这个时候否定性是白嫖了 所以资本一定是需要有这么一种话语 作为他的啊 作为他的另外一个普通的 一样还是个普通啊 建构论同样是一个 资本类的普通 他是好像是搞出一点超越性 搞出一点这种啊 这个建构论呢 他最后一个版本是解构建构论 1124啊 这个结构建构论是那个美国的一些蛇皮的一些 啊心理学家 或者说一些蛇皮哲学家根本不算哲学家的一些蛇皮笨蛋啊 他对于德里达的一个或者说对结构论运动 解构这个概念的一些物用啊 一些物物人物质 他们前面两个都是一 后面在空谈所谓的结构 真的是很蠢的 这个东西是个很蠢的意识形态啊 包括比如说法学里面的那种什么 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文化学传播学还有心理学这里面都会有这个建构主义 但是这个建构主义 他是一种意识形态 是前反思 他是用来 搞一个虚假的对立 搞一个虚假的一个一个超越的 因为他根本没有穿透到符号学底层 他也没有把握鲜艳主体性啊 反思性啊 主体性的一个位面 他也没有一些 本体论上的一些洞见 他本体论上这人 这个很笨的 你知道吗 这些人的还是 本体论上还是个技术主义或者是个物理主义的一个水平 还是一个就是完全根据律 按根据律形式 完全按根据律 按照 一致性的那种逻辑体系 知识因果链 自下而上的知识因果链 确定性下面最高 越往上确定性越弱 什么种知识因果链 然后很无聊 so boring 他们会搞什么 主观贝业死亡会搞一些统计学化的一种方式啊 我会搞统主主观贝业死亡啊 这个很挫的啊 我觉得这东西 啊 他其实他的典型学学科典型是经济学啊 经济学 经济学特别炒股你知道吗炒股 炒股就是没有科科学性的 炒股炒股的那个炒股学股票预测学这种东西背后啊 他就是需要 你所谓的 构建 构造论啊 啊 不对不对你所谓建构论你所谓建构论所有的这个对市场大盘啊还有你要二阶化要去考虑恐慌社会关系 要像玩游戏一样的要去想别人怎么想的然后再想到别人也是也在想我是怎么想的要这样搞 所以金融资本主义他的运转一定会会在他的学科领地里面派生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啊特别美国 就是建构主义由于他很肤浅很庸俗他主要主要的那个就是美国 这种笨蛋 笨蛋教授笨蛋知识分子比较多的地方 然后他的这个方法用到了根本就不会再穿掉 认识论的不会穿到本体论上去反思不会再再往本体论再穿穿到他底层秩序上 穿到他那个逻辑科学 那些底层的那些 预设假说的他根本不穿的因为这些鸟人啊都是通通是在资本主义所豢养的学术共同体里面吃饭的那些美国的 建构论者还有些建构主义心理学家我都不想报他名字但是我后面会讲到后面我有四个都会 具体讲到四个人的名字啊 或者四个流派的名字 这个东西是个挺蛇皮的东西我不喜欢他 I dislike it 也就是这个我要说的时候就 和物理主义相并列的和这个111相并列的下面来 1121 113141-14 这四个其实都是四种心理学是四种心理学 他规矩是四种心理学 他的意识形态 这是物理主义也就是还原论的心理学 112 建构论的心理学 113 认知主义的心理学 认知主义的心理学 协调了一下 114 因为认知主义开始 搞自我学 心灵学了 开始研究这个主体心灵的发生学机制了 那么114呢 他是 行为主义心理学 行为主义心理学 完全无视 内在世界 内在性的存在 所以这都是四种心理学运动 四种心理学运动 这是个物理主义心理学 物理主义心理学很快退场了 因为他太死了 太僵了 很快就变成一个 物理 物理 或者理工科的人 鄙视心理学的一个意识形态 而这个建构论则是他建构起 结构起他的心理学运动的合法性的 建构论 建构论 还有认知主义的话 他是进一步深化 把心理学运动给他 细滑 或者 赤更多实验经费 老朋友老说 最后则是个行为主义 他是 心理学的一个 黑材料 他是 他是心理学的丑闻 行为主义是心理学的丑闻 是 把人当动物 把动物当 当当 材料 心理学是丑闻 或者说他是 行为主义是整个科学共同体的丑闻 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运动是科学共同体的丑闻 这个丑闻现在还在一些落后 就美国 行为主义是很 我始终认为行为主义是个很肮脏的东西 its dirty 他完全无视内带性的维度 他是很肮脏的一个东西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1-1-2 他的这个 机制啊 穿不透啊 为什么穿不透呢 因为不想让他穿透呀 因为这个资本主义要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来施加统治 不愿意让他穿透 不愿意让他穿透 我刻意搞个虚假的对立 认识论上的对立 让你忽视他本体论的 创伤 因为 1-2 这个东西不太好驾驭的 capital不太好驾驭的 1-2是capital不好驾驭的 所以1-2他对应的是前现代的 他对应的是前现代的主人话语 他他服侍的是前现代的主人话语 前现代主人话语 而这个1-1 他服侍的是现代的主人话语 了解吗 但是无论他服侍的是现代的还是前现代的主人话语 就是1-2是用来服侍前现代的君主啊 封建啊神权统治的 1-1是用来服侍 现代的这种啊 去中心化的或者去总体化的 假假的去总体化的啊 这种啊 符号学统治啊 资本的符号学统治一种 无头的啊符号学的一个统治 1-3则是支撑血缘统治 1-3啊 1-3则是 1-3是用来支撑一种伪 伪现代 伪现代一种统治啊 是一种前现代 但是他伪装成伪现代 1-4呢 同样也是 他们之间这个 他服侍大他者都是垃圾大他者 都是蛇皮而已啊 好那就讲到这边啊 就讲到这里 1-3 2-3 2-3 3-4 4-4